系列KY641无法说会后 多家外资在新出炉的报告中调高目标价 今日股价开高走高 盘中一度充至451元 尾盘涨幅缩减至2%左右 欧系外资重申买进平等 目标价由490元调高至530元 日系外资重申买进平等 目标价维持500元 欧系外资重申买进平等 目标价由490元调高至530元 欧系外资对系列KY在2025年及以后的成长持正面态度 主要基于 1.供应链回馈显示在中国大陆的汽车和新能源产品采用可靠的设计 2.随着汽车工业的上涨 更广泛消费PMIC应该在2025年更有意义的补充库存 3.预估 随着业务复苏 更好的产品组合和稳定竞争 营运杠杆将出现上升趋势 日系外资看好系列KY的2026年业绩将大幅改善 重申买进平等 目标价为1500元 接下来